神州租车引入上汽集团的交易告吹 不过重新接获北汽集团恰救股份 神州租车下错近半城之后中途停牌 瑞幸咖啡创办人陆正耀所创办的租车公司神州租车 引入内地车企股东的交易接连出现变数 两个主要股东包括新三板上市的神州优车 和美资基金股东华平投资旗下公司 在7月2日获得上汽集团子公司上汽香港 以每股三个一欺购所持有最多近两成九神州租车股权 并签署收购邀约 不过神州优车突然压后原定上星期五举行 审议转让股份议案的股东会 上汽公布由于股权转让谈判过程当中 出现影响交易达成的新情况 双方未能够在计划时间内 就交各先决条件达成一致决定终止交易 其后神州优车宣布重新引入北汽 出售全数所持有的4亿4200万股神州租车 每股作价同样是三个一 较神州租车停牌前一价接近6% 套现超过13亿7千万 以上还股份致压借款 瑞幸咖啡创办人陆正耀卷入财务造假 6月9日起辞任神州租车主席之前 4月已计划分批向微资基金华平投资 转让部分持股 完成第一批转让之后 在5月底叫停第二批的出售协议 改为和北汽集团合作 转让神州租车最多大概4亿5千万股 即是最多2成1的股权 但7月的时候再改为引入上气集团 无线电视机者李嘉宁报道